有机的米、穀物、炸豆容易长虫 怎么办呢?真烦恼 我有糙米、各种穀物、炸豆 不注意就容易长虫 我想了一个洗的办法 今天黑米和糙米混合在一起 洗,一定要洗干净哦 洗后,用ZIPLOG装洗干净的穀物 把穀物放在袋里,按照自己需要的量 然后ZIP封好,一定要封紧哦 一包一包,准备放冰箱冷藏柜里 看,这是我的冰箱冷藏柜 平时有煮粥的,有煮饭的 这样再也不会长虫了 今天示范煮粥 好处是不用洗了 直接放水可以煮了 省时间,又好吃 冰过的穀物、豆锐 特别移植,非常松软 摄15分钟,还可以定食 没有虫子的烦恼了 另外,米虫无毒害 除虫后可以放心食用 古物炸豆粥超营养 生活就是如此简单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观看 待续 下次再见